全油管最快新闻 基金大佬杨东出手?私信曝光 近日,宁全资产杨东勿资的消息不禁而走 每当这位基金圈大佬出手,均会让市场相当关注,总想让外界解读出各种逻辑 截至最新,杨东对存续产品展开持续营销之进展,并没有进一步信息可供参考 历史上,杨东的嗅觉总会给投资人以指引,当前试况下或更多是一种信心层面的加持 更为关键的是,这位基金人物同一时间在内部私信中给出了更多的市场机会线索 提及三千点,宁全资产成立于2018年,创始人杨东是头部公勿新权基金的第一任总经理 先后挖掘培养了董承飞、谢志余等知名基金经理 之后,杨东实现了公转私 作为新业系的老人,杨东创立私募之后充分利用新业银行、新业证券的渠道资源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,旗下受托资产规模便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大关 这家主打权益投资的私募,在最新一份产品报告提及市场点位,颇有些许不平常 其中复盘指出,市场的悲观情绪没有能够充分缓解 二季度以来的反弹未能持续,市场再度跌破三千点,触底过程仍将继续 值得一提的是,杨东徒弟董城飞在去年末的基金月报中,也开始罕见性地关注三千点点位之变化 宁全资产月报进一步透露,目前投资组合以稳固的股票为主,但逐步加大了对其他资产的配置 此种市场观点,在数年前或许难以想象 等待 等待 读完杨东团队这份月报,投资人能感知到基金经理的心态,需要慢下来 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,也同样不会有只跌不涨的股市 这几年我们已然承受了较长时间和较大幅度的股市下跌,再多等待一些时候不是什么大问题 当前除了做该做的事情,其他我们也只有等待了 基金大佬杨东出手 私信曝光 市场机会正在酝酿中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市